五花肉怎么做能肥而不腻 软烂可口 今天我用最简单的做法教为你 如果这道菜你还是学不会 我坐着飞机上家教你 老好吃了 五花肉啊 你就得选我这样的五花三成的 这么做出来的肉呢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锅烧热之后呢 这个肉皮呢 给它下锅给它秤一下的 给它秤成我这个样 刷洗干净之后 给它切成如同大的小块 五花肉冷水下锅 来一大勺料酒去腥 焯出血沫 捞出冷水洗净备用 起锅找取底油 放冰糖 老姐们炒糖色 一定要中小火慢炒 炒这个东西你不能着急 给它熬自仿色 咱们给它下入五花肉 一定要小火慢炒 咱们给它炒至上色 放葱姜八角灰皮鲜 干辣椒 小火给它炒出要香味 加入适量清水 来一大勺酱油 盐鸡精味精十三香 少许老抽调色 扣根锅盖 小火炖了四至五分钟 给它捞出料渣 美食制作完成 五花肉就像我这么多 老好吃啦